基本上來說這件事就講白了 就是這五個字仇恨民進黨 他在仇恨民進黨的大範圍之下 執行了這樣的一個所謂一連串的攻擊 或許巴基蛋裡面血血瑕疵 比如說冷鏈的部分 還有包括我們說的蛋量是買了一億顆是不是夠 可是我們回到那個時間點 當時的黑市價格已經飆到 大家已經沒辦法接受的一個狀況之下 或許在那時候做出了一個決定 就是買夠 寧願就是買多但是不能買少 我想你認為一個執政黨 他做這個事情有錯嗎 我相信國民黨可能當執政的話 就不會做什麼事情 就像這個黑市價格高 這個彰化那群賣蛋賺到可以 好像這些地方人是很高興 不是當時有電雙掌 就這麼玩的不是嗎 好但我回來一件事 這就是仇恨民進黨最高的手段 周立倫必須道歉 因為這是你黨工作的事情 而且這裡也有應用到境外的這個所謂的模式 所以我現在都懷疑王洪威被恐嚇 是不是以他們自早自言 我現在可以懷疑所有任何敬愛的這種所謂的境外的這種恐嚴 是不是自早自言 你的懷疑是對的 甚至很多的人是假串很多的帳號 我給你有二三十個帳號 在網路上帶風向 因為我隨意這話 民進黨是執政黨 他需要找一些網路的人去恐嚇對方嗎 我覺得這事情是超過我的想像 所以我們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證明中應該辭掉立法委員 當時他是在怎麼立法院 怎麼羞辱陳建仁的 那羞辱程度 基本上把陳建仁當小孩子來對待 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抓到 你為什麼不說 你告訴我 這什麼態度 他在訴到一種氛圍是什麼 連這個民進黨的這個行政院長都開始 袒護像這種境外的抹黑 是不是 他就要訴到一件事啊 行政院長也幹啊 那請問一下 曾明中最後結果是你自己的人馬做事情 曾明中你還好意思當立法委員嗎 曾明中說那個黨工我不熟 這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你配合演出 那有多少國民黨的人 那個藍勾勾的不是一掛嗎 全部陣亡 在這世界裡面炒作多少的聲量 請問一下你要不要 要不要道歉 我記得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有藍勾勾的這個藍營的立法委員 明太登了一二十個 全部都說很讚 繼續監督 繼續監督 我那天跟一個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同臺 講到最後說一句話說 他說一句話 他說這句話太精準 他說林玉宏是民進黨的 就講到最後一句話 他有黨政啊 他是民進黨的 哇 甩鍋 因為他也是個藍勾勾 有跟這個林玉宏 因為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 也跟林玉宏說加油嘛 那主持人問他說 你要回應這件事情嗎 他最後一句話 他就撒出一個殺手劍 林玉宏是民進黨的 怎麼會睜眼說瞎話到這個程度 所以當然朱立倫要道歉啊 那還有一件事侯友宜呢 侯友宜更好笑你知道嗎 他說一句話說 這個今天叫無網勿眾 廢話當然無網勿眾 今天是你國民黨黨共被抓了 下一句話說 雞蛋事情還要注意到 欸 問題來了 請問一下 當這個林玉宏在發表雞蛋事件的時候 你侯友有沒有戰身 你侯友有沒有站在後面 有啊 那你要不要道歉 不道歉 所以我就請一句話 這一次翻車 是國民黨疫情翻車 我再加一件事情 當時他們如何糟蹋無英零的 用那種時間落差 你知道這個多糟糕 我們這樣講 現在以這個巴西蛋而言 我們這樣他就是說 日本蛋進口多少錢 欸 對不起喔 日期很重要欸 你知道蛋的價格 本來就是波動的 以這個我們說的 美國的蛋價也可以從兩塊五 漲到五塊美金 在我們那一盒蛋是十二顆 可以從兩塊 我想這個佩芬姐在美國也待過嘛 美國的蛋是很便宜 但價格是波動的 他完全按市場價格 可以從兩塊美金 漲到五塊八 再跌到這個三塊錢 再跌到兩塊錢 那你要看時間呢 他用這個時間落差喔 像這樣子攻擊無英零 好我們知道 之前在這個韓國瑜的任期當中 曾經有一次大雨嘛 所以這個這個空氣菜價格 這個高麗菜價格曾經大漲 他就說一句話 你看這個韓國瑜時代菜價多好 到了這個無英零菜價大跌 結果你把平價格一攤出來 我的媽呀 其實真正照顧農民的是無英零 所以這些時間落差 我最後一句話 這位我認為這個林玉宏 基本上現在已經可以說他叫變色龍了 他可以成為所謂的加幾人創新行銷 農業行銷的總經理 在二零一七年 到了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他可以是中華農氣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所以他又一會兒 又他是民進黨員 一會兒又是林玉宏油的這個這個創始者 他到底真面目是誰 而且這一次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一次把這個許澤濱 把他這個積壓 好好的去去追查 因為這背後有包括立民的LINE群組 PTT的水軍帳號 以及臉書殭屍 殭屍 這是一掛的 就我講一句話 今天這個所謂的就是林玉好友 他上面講完之後 旁邊就一掛人上電視開始攻擊 接著一群所謂的網路殭屍全部出來 只要創造一件事情 只要創造一件事 民進黨就是要厭惡 就成功了 那是一個組織戰的概念 有人一發號施令之後 馬上全部都後來跟在後面了 所以我們說這一缸子的人 他的目的很單純 那現在已經知道 原來一個變色龍 你真的不知道這位林玉宏 他真正的背景是什麼 他就像一個謎團的人士 而周遊這些農業的這些大縣 然後去搞這農業價差 背後是讓這些農業者 是不是取得所謂的主導跟權力 所以攻擊民進黨 你知道有多可惡嗎 這群農業的人 他透過林玉宏來操作之後 他左手賺這些農業的價差 右手打擊民進黨 反正是農民糟糕的事情 都是民進黨的事情 但是他們賺的中間的錢 都是他們賺的 然後再用這個林玉宏 透過這麼多的臉書帳號 來攻擊民進黨 太厲害了 真的太厲害了